尊敬的师父上人 尊敬的各位法师 尊敬的各位同修 大家下午好 因为去医院 看望一位癌症病患者 耽误了一点时间 让大家等了半个小时 对不起 今天下午我要讲的题目是 师尊视线缩坡土 八项成道度众生 这个题目呢 师父在讲经的过程当中 很详细的讲过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呢 我就想跟师父学学 看我第一遍讲 能讲到什么程度 如果这次讲的不太成功 以后我再改进 就是这样想的 所以今天 我就把这个题目 讲一讲 我们大家都知道 释迦牟尼佛 在梭婆世界 视线成佛 这是第八千次 可想而知 我们的世尊 是不是慈悲到了极处 八千次了 还是不厌其凡的 给我们视线成佛 救度我们 希望我们尽快的 希望我们尽快的觉醒 尽快的成佛 下面就说一说 师尊这个八项成道 度众生 咱们就一项一项来说 舍兜率 这是师尊视线的第一项 释迦牟尼佛 在梭婆世界 视线成佛之前 他在哪里 在兜率天 做成佛前的准备工作 做后身菩萨 后身 是菩萨最后的身 他将来就成佛了 就不做菩萨了 就是等觉菩萨 也叫补助菩萨 后身菩萨 就是一生补助菩萨 用我们现在话说 后辈干部 后辈梯队 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凡是来做佛的 先都要在兜率天 等于在那边做准备工作 成佛的时间到了 和这个世间的缘成熟了 就下来视线成佛了 世尊 世尊是给我们视线了八项成道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兜率天 这一层天 属于玉界的第四层天 玉界天一共有六层 第二层是刀里天 玉皇大帝是刀里天王 第三层是夜魔天 第四层就是兜率天 兜率天是凡圣通极土 分内院和外院 内院是弥勒菩萨的道场 现在弥勒菩萨 就在兜率天的内院 讲经说法 为将来做佛 做准备工作 多长时间以后 弥勒菩萨来做佛呢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 到那个时候 弥勒菩萨和娑婆世界的园成熟了 就从兜率天下来 到娑婆世界视线成佛了 在这里我插几句 我不知道这面有没有这种传言 我们黑龙江那面呢 有这种传言 说弥勒菩萨已经来到了娑婆世界 已经接班了 这样说的 我记得师父在讲经的过程当中 曾经告诉大家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不是真实情况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 弥勒菩萨才来娑婆世界做佛 所以我们不管听到什么传言 不要相信 不要上当 不要受欠 好好念阿弥陀佛 求成净土 都晒天的外院 是天众和凡夫居住的地方 因为这里的天人和凡夫都很知足 在这里生活非常快乐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衣食自然 不需要自己去辛苦经营 也不用竞争 这里的福报很大 是他们生活享乐之处 都晒天呢 也叫都数天 独时多天 都晒的意思就是 妙族 知足 喜族的意思 从这个名号 我们就知道 知足 就是成佛 你要想成佛 首先得知足 在知足天的修行 是表着这个意思 所以 凡是要做佛的 在成佛之前 都要到都率天来 如何才能真正知足 那就是 对宇宙人生 真相彻底明白 彻底明白了 你的心就如如不动了 回归到自性本定 真的知足了 就是禅宗六祖 慧能大师 开悟时候说的 何其自性 本自清静 本自具足 本无动摇 能生万法 心就不再动了 这叫知足 动了 就是不知足 心不动了 自性稳定 定生慧 自性里面的 无量智慧 自然现前 六根接触 六尘境界 眼见 耳闻 鼻袖 舌肠 身体接触 都不起心动念了 这不但是知足 而且是妙族 米勒菩萨 代表什么 代表知足 寺院 一进大门 第一个大殿 就是 米勒菩萨 塑像 笑眯眯的 那么快乐 为什么 知足吗 知足 常乐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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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 无论遇到什么境界 逆境也好 顺境也好 善人也好 恶人也好 通通是笑面相迎 所以 我们要向米勒菩萨学习 学 就学这个 真学到了 真得受用 而且是大受用 是什么样的大受用呢 投一个身心健康 谚语常讲 说人风喜事精神爽 人要快乐 他就不生病 人要每天愁眉哭脸 心事重重 他必定生病 欢喜快乐从哪里来 从知足来的 这个 我有切身的体会 上午 我在讲课的时候 已经说了 我说有些同学问我 说刘老师 你说你经济条件也一般 你还得过那么重的病 你为什么这么快乐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快乐 其中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知足 我 一无所求 如果说我在一生当中 有所求的 带一个求字的 就是求生净土 除了这个之外 我没有任何 是我要求的 我与人无争 与事无求 像师父说的 别人喜欢的 都给他 别人要的 都给他 我不要 别人不要的 不喜欢的 我需要 我要 做到这一点 可以说有那么一句 名言吧 叫做 人道无求 品字高 我觉得这句话 非常有道理 我不能说我聪明 我很笨 我比一般人都笨 对社会上的事 知道的很少很少 有时候都冒傻气 我的学生 和我在一起见面的时候 他们都说 老师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看我教的学生 有70届毕业的 有74届毕业的 还有78届毕业的 几十年过去了 说老师 你教我们的时候 告诉我们 怎么样做一个好人 我们都很听话 觉得老师说的对 走上社会以后呢 我们就有个感触 说老师教给我们的 是对的 但是真正的实行起来 有时候吃亏 占不着便宜 我们老师老告诉我们 吃亏是福 我们吃亏了 也没觉得这福在哪里 所以有些时候 对老师讲的话 就有点动摇 我说是吗 那你们现在 怎么认识的呢 我的学生就跟我说 说老师 你现在和教我们那时候 几十年前 差不多 没啥长进 我说哪方面没长进呢 说社会经验没长进 你过去社会上的事 你听不明白 你不懂 现在我们跟你一唠嗑 我们东北话叫唠嗑 就是说话 聊天的意思 说你现在 怎么比过去几十年前 还单纯 甚至还幼稚 我说那我应该上幼稚园了 我的学生就说 老师你现在中学 肯定不能教了 因为我教他们 那个时候 他们是中学生嘛 我说为什么呢 我说这个我知道 我能找到答案 那教材太深了 我自己都不会 我怎么教你们 他说老师 你小学也不能教了 我说小学也是 我说我孙女一年级的教材 有的那题我都不会 我是不能教了 他老师 幼稚园你也不能教 这个时候我就听出点味道来了 这些孩子们干嘛呀 我说为什么幼稚园我也不能教 以前我倒是没教过幼稚园 他们说 现在幼稚园里小孩想的都比你复杂 他们说话你都听不懂 你怎么能教他们 啊 我是最后我明白你们的意思 你们在讽刺我 瓦哭我嘲笑我是不是 学生都哈哈笑 我说老师 我们哪敢讽刺你 嘲笑你 事实就是这样 他说我们第一感触就是老师 没啥变化 比以前比更单纯更幼稚了 我倒觉得我这一点 是我快乐的一个基础 因为我心里没有那么多事 所以就这么单纯 现在你看 我参加工作以后 一直是人家对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我说实话 说真话 这包括我的领导 我的同事 他们对我共同的评价 这个是排在第一位的 我调到省政府以后 有些时候遇到一些问题 我们领导 都一定要找我问问 实际那个时候呢 我把处长已经辞掉了 我们一把手把我找去 还问 苏云你看看 这几个人提干 提谁好 谁应该提 谁不应该提 我说这事和我没关系 因为提干是党组的事 我就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 我也不当处长了 我们领导就说 找你来就想听真话 只有你能告诉我们 真正的意见 我说那你要听真的 我就跟你说 要听假的 你别找我 我就按我自己的观察 了解 我实日求是的 告诉领导 哪个该提 哪个不该提 因为他们都知道 我和任何人都没有亲 没有书 没有任何自己的私人的关系 探杂在里面 他们都觉得我比较公平 公正 所以来找我问这件事 有的人说 你为什么不会看别人的脸色 你知不知道别人喜欢听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 他们说你别闪了喝的 就低头写你那个材料 说那个不行 你得有辅助工作 辅助工作 人家都能列举出来 一二三怎么做 我听了以后 我就一笑了之 我说是吗 这些我都不会 所以我觉得做一个人 头脑简单 如果你从吃亏占便宜 那个角度 按世俗的那个观点来看 那肯定我是错的 因为我竟干吃亏的事 我长这么大 没占过便宜 但是后来事实证明 别人对我的评价说 你看他什么不争 什么不抢 最后什么好事 没把他拉下 这是人家评议 他们要不说 我自己也不知道 就这样你说 是不是 我觉得人 无求 自己确实内心是快乐的 我希望大家 如果你们真正学佛 是不是 从无求入手 好的 让给别人 自己 不要去沾边 这是我快乐的第一个秘诀吧 就是我知足 我不求 所以这么多年 我这么过来了 比如说我99年得的这个重病 如果我心要不清静 我求这个 求那个 我要怕死 肯定 我早就死了 那个时候 医生说 我随时面临死亡 我自己知道 因为我的两个学生 是这个病去世的 他们只维持了半年左右 就按照这个标准计算 那我想 我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吧 医生也告诉我 随时面临死亡 但是因为我 心大 我没把这个事 放在心上 每天都是在读经 所以这个 一下子 我心态非常平和 哎 我就活过来了 刚才我去医院里 看这位 得癌症的佛友 哎呀 一看 人得病啊 太痛苦了 所以在车上 我就跟耳红 和 标准计是说 我说你看 人得病多痛苦 三周之内 开了三次岛了 瘦瘦的 基本上就是 皮包着骨头了 但是他的情绪很好 心态比较平和 比较清静 我说 你看人 追求什么 哎呀 现在讲这个竞争啊 哎 争的 头破血流 我要想上去 我必须把你踩下去 我要想得到这个利益 我必须得给你造点谣 哎 让你得不到 我说 现在人们 如果到医院去看看 各个科 各个病房 你溜达溜达 你看一看 躺在病床上 这个满身插着管子 打着吊瓶 有的在带着呼吸机 你看看 你争什么 抢什么 斗什么 有什么求的 有什么想不通的 人 这一生 这些个 你都要经历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 到佛婆世界来实现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 能放弃 荣华富贵 去修道 他就是要找这个答案 怎么样解决 生老病死的问题 所以说 释迦牟尼佛 太伟大了 刚才 我们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兜率天的情况 现在我们 回到正题 世尊世线 缩坡土 八项成道 杜众生 那第一项是什么呢 是舍兜率 先把这个 名词 简单的做一下 解释 这个舍呢 就是放弃 不要了 在这里呢 也有离开的意思 就这个舍在这儿 也有离开的意思 也有下降的意思 就是从高 往下降下来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第一项 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视线这个 是干什么的 他来之前 在哪 我前面说了 在兜率天 做后补菩萨 做后补佛 为成佛 做准备工作 原成熟了 他从兜率天下降 来视线的第一个项 兜率天福报那么大 世尊不贪恋 第八天次来 缩佛世界 事件成佛 度众生 给众生 表什么法 两个字 表放下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知道 世尊来干什么呢 来表法 表什么法 表放下 这个法 所以我几次讲到 我说 释迦牟尼佛 讲法 四十九年 讲了那么多 留下了那么多经卷 概括起来 就是两个字 讲的就是放下 这两个字 如果 世尊 放不下兜率天的 大福报 他怎么能来 缩佛世界呢 这是表的第一个方向 是不是 咱们都知道 天亲菩萨三兄弟的故事 我记得上次听 定红法师讲 就讲到这个故事了 三兄弟相约 因为他们都是 修弟要到兜率天嘛 修弟迷了净土 三兄弟相约 谁先去了 马上回来报告 报告兜率天的情况 结果 第一位去了以后 没信了 第二位去了以后 发现去的第一位 在兜率外院 根本就没到内院 一看外院福报那么大 就舍不得了 就在那享受了 所以第一位 菩萨没有到内院 第二位菩萨去了以后 到内院转了一圈 马上回来 向第三位没有去的报告 第一位 第一位就问了 说谁为谁 怎么没回来报告你 他说他在外院 享受了 说你怎么才回来呢 三年以后嘛 他说我去打个转就回来了 人间就过去三年了 所以说 这些菩萨们 到了兜率天 到外院就被吸引住了 连内院都不去了 所以可见 释迦牟尼佛 能够到娑婆世界 来给我们视见成佛 他表的确实是 给我们表的第一个法 就是放下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 将王宫 舍兜率将王宫嘛 舍兜率是第一项 将王宫是第二项 脱胎 出生 这是第三项 这个就连起来说 世尊从兜率天降下来 到了娑婆世界 到哪儿去偷胎 就是选择 谁家 什么地方 去偷胎 这个菩萨呀 他不迷惑 他一定会选择 好的地方 去脱胎 去出生 一定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在王宫 为什么 因为出生在王族 以太子身出生 将来出家修行 人家才能相信 人家才能相信 因为这么富有 什么都不缺 他还出家去修行 才能给大家更好的标法 人家才能信服 他才能教人放下 教别人放下 自己先的放下才行 你看 释迦牟尼佛 能舍掉王位 舍掉富贵 舍掉交妻爱子 作为王子 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 可以说权力至高无上 别人争着做国王 他得到了 却把他舍掉 不要 这个用意是非常深的 这么表法 别人是口服心服的 做国王 没有实事的积功累德 做不了国王 你想 世尊他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权力 他也有这个德行 有做国王的这个机会 但是他把他舍掉了 没有做 实事的积累 做国王 又能享受多长时间 这个在中国的历史上 师父在讲法的时候 举了几个例子 说乾隆皇帝在位的时间最长 一共是做了六十年皇帝 做了四年的太上皇 这是做皇帝最长的 说六十几年呢 也不就是 弹指一挥间吗 在人间看来 六十年做皇帝 是了不得的一件事 可是从历史的长河 从修学佛法来说 那只是 弹指一挥间 这是乾隆 除了乾隆之外 历史上找不到 在位时间这么长的皇帝了 有的在位二三十年就不错了 有的在位十年就完了 所以说 世尊选择在王宫投胎 降生 是在做表演 表演什么 刚才我说放下 就是给众生在表演 放下 摩耶夫人是释迦牟尼佛的母亲 她在睡觉的时候 虽然是睡觉 但是很清楚 很明白 没有迷惑 她看到菩萨 这个菩萨 就是补处菩萨 从兜晒天降下来 骑着六牙白相 降下来 见到摩耶夫人 从摩耶夫人的 右肋下 入胎 身陷于外 摩耶夫人看得到 别人看不到 这就是菩萨降身 她的身体 像玻璃 像琉璃一样透明 出生的时候 也是从右肋这 出生的 和一般人不一样 这就是视线 出生之后 就走了七步 脚踏莲花 刚生下来 就会走路 一步一朵莲花 视线的是 大丈夫的 训奋之力 这个丈夫 是大丈夫 就是成佛 是我们对佛的 净称 这刚才说的 就是第二项 和第三项 气味出家 苦行学道 这是第四项 表的是出家的项 释迦牟尼佛 出生在帝王之家 父亲是国王 菩萨 视线 降生在宫廷 从小享受 人间富贵 出去游玩 见到老 病死 物事非常 就是世尊出去游玩的时候 看见有老 有病 有死 所以使他就体悟到 世间的无常 我们也时常面对老 病死 为什么我们不悟呢 因为我们是凡夫 菩萨高明就高明在这里 菩萨悟 我们不悟 菩萨悟了之后 帮助我们悟 告诉我们 人来到这个世间 干什么 四个字 人生 筹业 就这四个字 就是我们来到人生的目的 筹什么业 筹长你过去所造的业因 过去生中造的善因 你今生来享福 过去生中你造的恶因 你今生来受苦暴 让我们真正明白 你一生的遭遇 无论顺境 逆境 无论善缘恶缘 你遇到的好人坏人 全是命里注定的 正如古人所说 一生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通达明了了这个道理 我们的心就定了 就安了 知道要好好做人 筹业障 筹业障就是 在逆境里头 苦难的时候 要能忍受 不怨天 不由人 自己造的 自己要承担 平平安安度过就好了 业障就消了 在这里我想 说说筹业障的事 在答问的时候 有的同学就问 这个业障是怎么回事 业障是怎么消 现在消业障 很多同修外求 不内求 从我们那的情况看呢 现在很多同修 有点对我有点迷信 总觉得我干什么都灵 所以身体不好了 特别是有些同修 有附体 有些同修 有病痛 或者家里有点什么 不顺的事 就来找我 意思是我一说 这问题就解决了 我跟大家说 业障 是我们自己 多生多劫 造的 种下了这个业因 现在你就要承担 这个业果 对于我们 学佛人来说 你有点病苦 有点磨难 已经是重罪轻暴了 我们要自己 来消这个业 靠别人 谁也解决不了 根本问题 只能作为一个助缘 帮帮你的忙 比如说作为我 你们相信我 说我灵 我可以念佛 给你们回向 可以给你的冤亲 再主回向 请求 他们对你的谅解 但是这个 解决不了 根本问题 消业障 还是靠自己 内因 是起主要作用的 不要到处去找 到处去求 在这里 我想劝大家 不要 把自己跑糊涂了 跑乱了 有的时候 不遇到事 看不出来 谁修行的如何 遇到具体事了 就看出来了 我举个什么样的例子呢 比如说 我们 那里有的通修 不遇到事 觉得挺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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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念得挺上进的 也挺精进的 遇到具体事了 就把阿弥陀佛 忘到脑后了 就去找 什么神啊 什么仙啊 去看了 然后一看就乱 越看越乱 找的人越多 越乱 这个例子 已经不是一个 两个 三个了 你也说 找第一个人看 第一个人说 你应该如何如何 他就按照做了 做的时候 你肯定要付费的 人家不会白给你做的 所以后来 我告诉大家一个原则 我说 如果你找这个人 他什么都不要 他不往钱上盯 你可以找他试试 但是如果你问我 我不同意这么 处理这个问题 如果你找的人 有的是明码实价 有的说是 美其名曰 平赏 他一往钱上靠 我说你一定要远离 他看的再好 你也不要请他看 所以我们有些同修 就上一次当 上两次当 上三次当 最后自己碰的头 或血流 知道错了 第一个这么说了 做了 未解决问题 又找第二个看 第二个看的和这个说的 正好相反 你说怎么办 你比如说 有人一看 反正不是阴仔有问题 就是阳仔有问题 再就是生存 罚字有问题 他都是往这上靠 有一个通修 别人给他看 说他家祖坟有问题 那祖坟有问题 怎么办呢 他因为祖坟了 就是过去 比如爷爷那辈的 埋在这个坟里 现在到父亲母亲那辈 也埋在这坟里 又到了 就是像我们这个 这么巴了巴的吧 哎 有的去世了 也进了祖坟 这可能就三代 四代 同在一个祖坟里 这个找人一看 说你祖坟有毛病 那怎么办呢 那就得把祖坟拔了 你比如说 某某就是 儿子吧 他的爸爸埋在这里 他就想 我家里有事 是因为我爸爸埋在这里 不对了 所以就去把他爸爸的坟 因为他那个祖坟呢 他都是按顺序 有位置的 不是随便埋的 他就把他爸爸的 那个挖出去了 就挪到另外一个地方 把爸爸的坟挪了以后 不但为解决家里的 根本问题 他本人也死了 这他的儿子又说 你看爷爷死了 埋祖坟出毛病了 这爸爸又死了 所以这爸爸也不能 埋在这祖坟 也把爸爸也移出去了 结果家里一个事 接一个事 在祖坟上就解释不清楚了 你说到底是祖坟有病 还是没病 哎 折腾来折腾去 最后把全家 折腾的真是精疲力尽 可也怪 你说几个孩子 六个孩子 连续几年的时间 死了四个 所以就叫这些个人一看呢 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 越折腾越糊涂 就到最后 也没折腾明白 所以我说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是不是在 消业障 你得 真诚的忏悔 老实的念佛 这样才能够 消自己的业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不告诉我们吗 所有的业障 消不掉 还有一句阿弥陀佛好用 能消各种业 但是我们就是不信呢 就觉得这阿弥陀佛四个字 太简单了 所以就东跑西天 去找人这么弄 那么弄 结果弄乱了 再一个就是我们遇到事 喜欢怨天尤人 我以前我就有这种想法 为什么呢 我不是表扬我自己 我确实比较善良 我这一生 我没做什么恶事坏事 但是我遇到了很多艰难困苦 那比如说 我的婚姻问题 是不是 我丈夫是一个精神病 然后我又得了这个绝症病 就这两件事 有一段时间我想不通 我想这老天 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我做了那么多好事善事 我从来没做过恶事坏事 为什么这些事情 都落在我头上 特别是到我最艰难的时候 真有点痛不欲生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那个时候是怎么过来的 真是师父他老人家 讲经的光碟 陪伴我度过了那些 不堪回首的日子 为什么我对老师念佛求生净土 能这么坚定 因为我确实是从中受益了 如果没有师父他老人家的光碟 陪伴我这十几年 可能在这中间 我就离开这个人世了 就是这个病 没让我离开人世 可能我也自杀了 就是因为这个 我反复地听经最后明白了这个道理 人生酬业 就是这个业是你自己造的 你必须自己要来酬这个业 你不能怨任何人 我和我老伴 我是怎么想通的呢 我是这样想的 一是多生多节 我俩接的这个缘 就是前生吧 我想可能我俩也是夫妻 大概是我是丈夫 她是妻子 我俩的情况正相反 是他照顾我的 那我今生 我就应该照顾他 在他闹人闹得最凶的时候 我不理解的时候 我就那样想 他是阿弥陀佛派来的特使 他来助我成佛 因为我老伴也说 说你成佛 第一个要感谢的是谁 你知道吗 我说是谁呀 他说当然是我了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 你不说我是阿弥陀佛派来特使吗 那特使就辅助这项工作 特使的工作就是助你成佛 我助你成佛 你成佛了 难道不应该第一个感谢我吗 我说你说的太有道理了 我真得感谢你 说实在的 那个时候我说这个话 是欺清假意的 我心里不服气 你都要把我闹死了 你还助我成佛呢 那心里那个怨气满满的 但是嘴上还说 对 你是特使 是来助我成佛的 我感谢你 然后我就给他写了四句话 给他高兴的够呛 他说 你所有写的这个诗也好 记者也好 就这个我是最喜欢的 有时候说拿出来你再念念 我再听听 我说你都背下来了 我就这样写的吗 我说 我家怎么说的了 忘了 太不心诚了 我家大菩萨 名叫刘明华 今生来助我 我要感谢他 就这四句话 就让我老伴特别开心 时间后来 我到现在应该说 这四句话 是我发自内心的了 当时写这四句话的时候 是我哄他玩 那就像 马三立说像声 逗你玩 你高兴就行 现在我是真心的了 我就琢磨这四句话 真是这样的 那现在我老伴 虽然是情况 不是那么太好吧 但是我想 余下的时间 我一定对我老伴 要不离不弃 好好守护着他 他说了 他跟我约 他说老伴 你不能先走 我得先走 我说你为什么要先走 他说因为送往生 我不知道 我不会 我要先走了 你能把我送极乐世界去 我说你这话 对一半 你要去极乐世界 你得自己发愿 你自己不想去 我送不去你 我也拽不动你 我说咱俩得配合 你发大心大愿 一定要今生 往生极乐世界 我真心诚意的 去送你去极乐世界 这样肯定能成功 所以我老伴 现在虽然身体重症 不是太好吧 但是对于念佛 求往生上极乐世界 是念念不忘 他告诉我 你别看我老看电视 因为他特喜欢看电视 我说你老看电视不行吧 你受污染严重 他说你别看我看电视 你看我手里不拿着佛诸位吗 看电视俩有诗 我念俩有诗 阿弥陀佛 我骑自车车出去转 我一直一边灯一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说你放心 西方极乐世界 有我的位置 就是说 他要那个先去 让我送他 保险系数大 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前些日子突然又跟我说 说老伴啊 我看咱俩还是你先去极乐世界吧 我说怎么又变了呢 又换访了呢 他说你先去吧 我觉得更保险 你成佛了 你看你明明白白的 那你肯定你不能把我丢下不管 你一定会来度我成佛的 他说这样呢 我觉得可能比那样更好 哎我说你这个心眼还长得挺快呢 怎么这么两天又长出个新 新新眼 又长出 学了一个新招数 他自己也觉得挺好笑 他说我这个 我是留个后手 我说你留什么后手 他说你老说 现在我把握不大 我自己吧 心里有时候也打鼓 我说你怎么个打鼓法 他说你先去了先成佛 万一我要没去了 我到哪道去了 假如是万一不幸 我走错道了 我上三恶道去 你不说有网吗 你一定拿那个网把我捞出来 然后把我捞到极乐世界去 我说反正你这个想法是怎么的 也不理你自己哈 你先去呢是让我送你保险 你后去呢 怕你万一成不了佛 让我拿网去捞你 哎我说你这招也算挺高明 我说那你就 咱们俩就随缘吧 反正我是不能把你落下 我不能不管你 我说但是有一条要求 你必须老是念阿弥陀佛 他说我这个方法比你那个还零 我说你啥方法 都不知道我们通修上我那去 他都传授 说我告诉你们念佛怎么念 他说阿弥陀佛观音菩萨 阿弥陀佛观音菩萨 完了我说大家都在念阿弥陀佛 你怎么这么教别人这么念呢 他说这个加大保险细数 阿弥陀佛没来接 还有观音菩萨兜着呢 他说后面还有一个兜着呢 兜底着呢 哎我说你别说 你这不能算聪明 应该算智慧了 我说你这个念佛也没白念 念出点小智慧 还找个兜底的 现在他念也是这个念法 也是阿弥陀佛观音菩萨 他他不出生我不知道 他出生念 我就知道 完了我我有时候跟我家那个优秘啊 说我是优秘啊 这一生拖上个小狗 因为为什么我老跟这个优秘对话呢 有一次啊 我家去了一个出家师傅 出家师傅啊 就跟我跟我说 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家这个小狗 为什么和我这么亲 是啊 他第一次见他 他一叫他 他就上那跟前 然后一拍他的腿 那小狗就跳到他腿上 趴在他怀里 然后还舔他胳膊 完了一叫他名 他就仰脸丑的 所以师傅问我 他说刘吉祥 你知不知道 他为啥和我这么亲 我说不知道 我家优秘吧 见着谁都热烈欢迎 挺友好的 他说 他的前生 是一位出家人 可能犯了点小毛病 未修成 二十来岁 就死掉了 死掉了以后呢 就拖上了这个小狗 他说这个小狗 这一生必须得在你家 他要不来到你家 他早就死了 他说来到你家 跟你听经念佛 他这一生 他就往生了 就修成了 因为这个我也不懂 我也不会看 我不知道 师父说的是不是这么回事 但是有两件事可以证明 这个小狗比较特殊 为什么 他来了以后时间不长 不到三个月 得了一场重病 就是 狗病里的第二重病 有一线希望 要是第一种病 就一点希望没有 结果我老爸带他去打点滴 半道因为个小布都是装的 哥的那个自行车后面 有个小猪筐 把那布都是放在猪筐里 因为他已经不能站了 就这么带他去那个 宠物医院打点滴 走的半道 我老伴骑车走了 把那小狗呢 他自己怎么孤了 就孤了地下去了 他不知道 等到了宠物医院一看 车后面空了 筐在那狗没了 他又顺眼道回来找 也没找到 结果这个小狗就丢了 当时我们就想 一定得死掉了 因为他点滴没打完呢 后来呢 这是第十天 他自己回来了 病也没了 活蹦烂跳的 自己找回家门了 这已经过了十天 哎我就觉得奇怪 这小狗他怎么自己能回来呢 谁给他救活的呀 这是一次 你看未死掉 第二次呢 是年三十 我每天出去绕府了 我带着他 年三十早晨呢 三点钟 天还黑东北 我带他出去的时候 走的是千山路 道上一个人没有 就是我俩 然后从对面呢 就开了一台汽车 是个基辅车 我就感觉到 这个车怎么开这么快 像飞起来一样 就这么想着呢 这个车就开到跟前了 就从我家这个小狗身上 横着压过去了 我就听着一声惨叫 就没动静了 我想那一定压死了 因为我那小狗黑乎乎的 那天又是黑的 所以也看不清楚 我赶快到跟前一看 一团团个地下团团 我就把他抱去了 我看眼睛还 还眨不呢 那就没死 我就抱着跑回家 一边跑一边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回家 我说老伴啊 优秘叫人家压了 我说可能不行了 他说放地下 放地下他不能站 就能在地下趴着 我老伴说快点念佛 这个时候你看他真有智慧了 他看我非常难过呀 他告诉我快点念佛 结果我俩一个念阿弥陀佛 一个念观音菩萨 念了一个多小时 我就我说让他站起来试试吧 我说优秘啊 咱们勇敢坚强 站起来看看 完了我就把他扶站起来 不行 又一下子就躺在地上了 我俩又接着念 大约念了有三个小时左右的时候 我把他立去的时候吧 他就能立一会儿了 就不马上就倒了 哎我就想 救过来了 最起码他死不了了 那个眼神瞅着你呀 是一种可怜巴巴的 是哀怨呢 还是咱们的 反正叫你一看 你都心疼 后来 你看压到这种程度 第二天他就能走路了 走路的时候就后座一扭一扭的 我估计可能压到后座子上了 但是腿没压舍 这是第二天 第三天完全恢复正常 又像原来一样活泼了 我又可以领他出去绕佛了 所以我说这个小狗啊 他两次死亡都没死了 所以后来我就想 这个出家师父可能说的挺有道理 你看 如果他说他要不在你家 这个小狗早就死了 因为在你家听经念佛 他不但死不了 他这一生还能成就 我想这也是个缘分吧 所以说我们 这个 消业 你看看 这小狗 他也有他的业障 这两次没死 消了好多夜 现在我家那个刘优蜜啊 特别活泼 谁去都喜欢 要去客人 不管熟悉不熟的 通通热烈欢迎 那个欢迎程度啊 咱们人都做不到 都不知道怎么欢迎好了 可能有的通修听了以后挺奇怪 这怎么叫这么个怪名 叫刘优蜜 我简单跟大家说两句 因为我家姓刘 我姓刘 我老伴也姓刘 那我家刘优蜜呢 到我家就是我们家庭的一员 平等 所以他也姓刘 这个优呢 是优优 他原来就叫刘优优 这个名还是比较好听的 这个蜜是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我老伴 喜欢当官 这一辈子还没当上这个官 挺遗憾 有时候我俩开玩笑 我老伴说 你看你不愿意当官吧 你还把官当了 我愿意当官吧 怎么扒扯也被扒扯上 那就这么说 就是这一辈子算不行了 七十了 再也没有机会当官了 我说你别遗憾 我给你封个官 他说你给我封个啥官 我董事长 现在不董事长多吗 我就知道这个官大 他说董事长 我说不当官大 还有权 还有钱 我说我给你封 董事长 他说那你呢 我说我得比你低一点 我要比你高了 或者和你平级 你又心态不平衡了 我说我是总经理 大概是 是不是董事长 比总经理大 我现在我还没完全闹清楚 在我日向总是这样 他说我是董事长 你是总经理 他说那咱们刘优儿呢 我说秘书 给他也得有个职务啊 所以就是连起来 就叫刘优秘 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秘书呢 还有一层意思 我们刘优秘 还有个领导 领导叫秘书长 这个秘书长呢 只有这么一个兵 一个秘书长 领导一个兵 我告诉你们 秘书长是谁 就是我身边的刁局士 他是刘优秘的主管领导 所以到广州的时候 这不把刘优秘 也带到广州去了吗 都归秘书长领导 人家在广州领导 这挺好 但回家又叫我们 灌的不像样 因为回家就和我们 睡一个被窝 你只要你往床里躺 他马上上床 跟你枕一个枕头 背靠背 晚上还打呼 打呼比人打的还响 就是这样 所以我跟你讲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你看我和我老伴 平时家里没有别人 又加个刘优秘 晚上上我这来睡一觉 再上他来睡一觉 还弄的挺浑和 挺好的 所以你看 小狗他也消业 他把他的业消了 现在他就那么活泼 我相信刘优秘 今生一定能修成 因为什么 我们人拜佛 可能都达不到他那么标准 他会三种拜佛方法 第一种是前腿跪 后面两个腿支着 我给他取个名叫前拜 第二种方式方法 前腿支着 后腿跪着 脚心超天 我给他取名叫后拜 第三种 像密宗那个大头 前后都拜 趴着可贬面了 后面两个小脚样 脚心超天 拜错方向的时候 很少很少 因为每天早上 我起来拜佛 我拜佛那是个刻三百个头 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拜调 我一拜佛他就过来了 就开始 他得上这个殿上去 所以到这个时候 他来了 我让威 我上地板上去拜去 他在这个殿上拜 人家一会这么拜 一会那么拜 有时候拜拜掉过来了 我说 六六蜜 这是不行 方向搞错了 还得过来 一般来说 我要拜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 佛 他能在那一半的时间吗 假如我拜一个小时 他能在那待半个小时 所以我就想 这个小动物上咱们家 咱们也度他成佛 让他把缘 把过去的善缘也了了 恶缘也了了 今生也让他成佛 所以有时候 我就跟刘律律说 我说 现在咱们一起 听经念佛 我每天听经啊 他都在我跟前趴着 那个小眼睛 有时候 还有那个眼神 特别可爱 所以你说 人今生好好修行 成佛 这个小动物 也好好修行 今生也都成佛 那有多好 在这里加了 这么一段吧 加了一段 这么怎么样 消业 所以我们人 一定要 内求不外求 好好老老实实 消自己的业 要认 认了 我不说吗 认了认了 你认才能了 下面我想说 世尊在这里 给我们做榜样 第一个 他觉悟了 觉到了 觉悟到了 这个世间是无常的 这个世间 不是真实的 所以 他 才弃味出家 不做国王 也不相 人间的富贵 这些 他通通都舍掉了 放下了 十九岁 入山学道 舍去了 那个真妙衣 耳着 法服 那原来 他做王子的时候 穿的那都是 真妙衣服 现在呢 他穿的是 法服 六年之宗 皆家福做 休息艰难 勤苦之行 苦恨 为什么这样做 做事 做思事件 顺事兼顾 给世人表演 我记得看那个图啊 那个泪跳鼓 都一根一根 非常明显 这就给世人做表演 做榜样 佛来到这个世间 就是来度众生的 用什么度 身教和言教 这是世尊 用身教 来度化众生 所以我们学佛 学什么 一定要搞明白 我们学佛 不是 求仁天福报 如果求仁天福报 就错了 求仁天福报 是凡夫 出不了六道轮回 也出不了 实法界 如果六道轮回 我们出不去 肯定在这个世间 苦多乐少 另外 六道轮回 一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 在三善道的时间短 特别是人道 寿命短 你说有多少人能超过一百岁的 就是一百年 是不是一谈指也就过去了 所以说 人生苦短 不要忘了 后面两个字 一个是苦 一个是短 我们年轻的也好 年岁 长一些的也好 回忆回忆 你们所走过的路 是苦多 还是乐多 现在我们先别说这个长短 先说苦和乐 我这一生过来 我确实是尝到了人生的苦 我觉得乐的时候太少了 而且这个乐 真乐 就更少更少了 我回忆我这六十七年 怎么过来的 应该说 上学的那一段时间 是最快乐的 那就是十九岁以前 那一段 应该说是无忧无虑的 父母疼爱 我姐姐也特别爱我 我在家那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姐姐心中 亲爱的小妹妹 所以我在家那就是香饱饱 什么东西都依着我 十九岁以后 参加了工作 做了老师 到结婚前那一段 也应该说不错 和孩子们在一起 我非常快乐 大概我的性格特点 最适合的工作 就是当老师 因为我和大人在一起的时候 大人所说的事 我看不明白 他们所说的话 我听不懂 所以我刚才说 我特别笨 一点不假 是真的 只有我在学生当中 特别是我教小孩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觉得真是 让我今生不能忘怀的那种快乐 我和孩子们在一起 我觉得我比他们还小 所以我教那个中学生 他们都和我 大不了多少吧 也就大六七岁 七八岁这样 我们站在一起 有的学生 男孩子 比我个头都高得多 有的都高我一头 你说 就是我那个学生 我过去说过 都是淘气包子 因为别的老师 人家把那淘气包子 带符号的 人家都挑出来 给我呢 我过去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十个班 分的时候平均分 装十个风大 然后十个班主任老师 去抓揪 你抓到几号条 你就拿几号的 那个学生答案大 这是比较公平的 但是抓到老师熟了以后呢 有的老师 人家就把那学生往外挑 挑完了以后 都上我那口袋里去换 反正我那口袋是敞开的 谁被学生挑出来 往我那口袋里装 再从我那口袋里挑 等额数量 拿到他那口袋里去 得折腾好几天 大家都折腾够了 没人再换了 这个口袋里 这些学生就是我的 我就叫这那班 那个时候 有个名叫猴子班 那猴子不就是讨气吗 不老实吗 所以我那班就是猴子班 后来我学生也说了 猴子班就猴子班 所以也在很欣赏 这个名字了 那确实猴子 那真逃 那逃到你都无可 无法想象的程度 你看我过去举那个例子 上地理课 老师个儿长得比较矮 女老师 可能批评过他们 那么逃能不批评吗 你批评我 我得琢磨个招 逗逗你 吓下你 怎么吓的呢 那个粉笔盒 不是一个方粉笔盒 里面一盒粉笔吗 把粉笔拿出去 放在一边 整一窝 刚下生的小老鼠 还没长毛呢 肉糠糠的 就给你装在这粉笔盒里 把粉笔盒盖好 上课的时候 都坐得直溜溜 等老师来上课 老师往讲台前一站 吓立立坐 后来呢 老师跟我说 他说我还奇怪 这八班今天 咋这么规矩呢 这一坐下 老师开始讲课 必定要去拿粉笔 这是一定的程序 老师一拿粉笔 他也不注意 开个盒盖 一拿粉笔 抓的一手 软糊糊的 吓的妈呀 哎呀 就跑回教研室 就找我 刘老师 快去看看你们班学生 怎么回事啊 那粉笔盒 装什么玩意 肉糠糠的 可吓人了 我说啥呀 那不是粉笔吗 他不是粉笔 你快去看吧 这我就得去压阵呢 我就去了 等我往办公 往我们教室门口一站 全班 那小眼睛 瞪六眼 小腰板 溜直 笑呵的 瞅着你 我进入了 我说刚才你们干啥了 可奇了 没干啥 没干啥 我说那粉笔盒里是啥呢 是粉笔 是粉笔 我说真的吗 真的 不信老师你看看 那我就去看去呗 我到那打开粉笔盒一看 整整齐齐一盒粉笔 啥没有 我没看着那小老鼠 完了这学生嘛 他也憋不住笑 完了这 我说你们一定淘气了 你们刚才搞什么鬼名堂了 完了后来 做第一座那个小女孩 扬着脸说 老师我告诉你 是小老鼠 啊 小老鼠 你说把一个女老师就下到这种程度 你看我教我们物理的一个男老师 课奖的非常好 就是长相有点 不那么太漂亮 你说我还老是一个小子 他妈漂亮的哪呢 和我们班的关系就没搞好 因为我们还太淘了 那老师的脾气非常倔 有时候和学生喊 可能有时候还骂两句 有时候踢两脚 这个可能都有 但那老师人确实不错 我们学生想个什么法来制他呢 每当他上课 黑板上画一只狼狗 因为啥 他们给这老师起个外号 叫狼狗 所以一旦他上课之前 保证黑板给你画一只狼狗 你说这个老师走进教室 往黑板一看 他心里明明白白的 能不生气吗 但是因为这个老师啊 他跟我关系挺好的 他说刘老师 拿你们班这些宝贝们 真没办法 他们就这么埋态我 磕衬我 他说我心里知道怎么回事 我说以后你能不能对他们 好一点 别老呵护喊叫 我得跟他们讲道理 他说这帮宝贝们 也不听道理 可能有时候上一上课 生气了 拿分笔头就撇过去了 撇过去打着学生脸上了什么的 这些这学生都记着 就这样的事你都说不说不进 就这个班我教了四年 从他们一上中学 我就带着一直送到他们毕业 你后来我给大家举那个例子 有同学可能看原来的光碟 记住吧 我们教了两个宝贝学生吗 就是家庭放弃的 就有那个爱好的 有这个爱好的 家里不管了 交给我了 那我当老师能不管吗 送到我这班我就得负责任 所以我就天天领着 上班到他家里把两个学生接着 领着上学校 放学了再把他们送回去 有一天中午吃饭 他们俩在我两边 我在中间 我们三个都在我办公室吃饭 吃饭的时候 这边这个就说老师傅上厕所 去吧 这个是个什么呢 就是小儿妈体偏瘫 一条腿不好使 一只胳膊手不好使 就是右手右胳膊不好使 左腿 左腿不好使 就这么一个孩子 就这样的 用左手写字 就这样男人上厕所了 一会回来了 给我拿这么一个方方的 五花三层的肉 熟肉 因为我一看 我说你这干啥呀 他说老师我看你今天没带菜 你说这学生对你老师好还是不好 他最起码他看到我的饭盆没有菜 他去给我拿了一块肉 他说来历不行啊 我说你花钱了吗 我说好孩子绝对不可以说好话 做错了不要紧改了就好 那老师妹花钱 我说你搁哪拿的 楼下三门 我们有个小商店叫三门 我一想三门吧 它那是玻璃砖的柜 那个东西啊 那个东西啊是在这底下放着 他一个小儿妈 一只手他怎么把这柜 这个肉啊 从这个玻璃柜里面拿出来 我就奇怪 我说你能不能跟老师说说 你这个肉是怎么拿出来的呢 他说老师我找个帮手 啊找个帮手 我说这帮手负责什么工作 他说帮手负责打眼 我什么叫打眼 他说那个这个柜台卖副食 那边那柜台卖文具 我就让那个打眼的格 那边缠着这个卖东西 这个人看文具 看了这个看那个 反正我没拿出来之前 他这文具就看不完 啥说他看我拿出来了 他文具就看完了 他根本就不买 我说那你这一只手也不方便呢 他说我 我这个手不好使 我用这个胳膊肘 我用这个手啊 给他撬个缝 我把这胳膊肘伸进去 我用这胳膊肘的力 把这个玻璃砖给他撅起来 然后我这个好使的时候 我就能进去把这个肉拿出来 整个过程给我学一遍 我说那你现在 老师对你表示感谢 是不是你关心老师 看老师没菜 我说这个 老师应该表扬你 我说再你说说这个事对呀错呀 他说老师这个事错了 我说错在哪呢 没花钱 我说没花钱 这叫怎么来的呢 叫捡来的 好像这个名字还不合适 小不点声说 偷来的 偷来的 我说偷来的怎么办呢 送回去吧 我说那好 你认认了做错了 你也承认是偷来的 你也愿意送回去 我说老师陪你一起送回去 我就陪着这个学生 拿着这块肉啊 我就上三门去还这块肉 人家那营业员根本不知 咋回事还没发现呢 所以说干什么呀 我说刚才我学生来买东西 拿错了 把这肉拿回去了 那营业员又那种眼神 看我信这老师说的啥意思 他可能都听不懂 我说对不起 完了 我们没有动 我说原样给你送回来了 他就愁愁就跪 意思是哪个漏了 还是怎么对了 哪也没漏啊 就这么个宝贝 这不是我这一面这个吗 这一面这个呢 不会写字 我说这是老师的责任 我教语文的老师 我教了他四年 没教会去写信 正好那一届 毕业以后是下乡 他就到一个农场去 一个 好像是 在我们省最北方的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农场 去了以后 头一个月 给我寄回了十块钱 那十块钱就当时来说 那就好大的一个数啊 十块钱对一个学生 但是没有信 我就想这谁寄来的 因为那个地方 我去了十个学生 谁寄来的呢 我就想等等信吧 过了几天 这信到了 你们猜的信怎么写的吗 天书 因为走的时候问我 老师啊我不会写信怎么办 先说不会洗衣服 我说不会洗衣服怎么办呢 笨学生 他那个笨老师 我说你等我 你给我几天时间 我想想招 用什么招来对付 你这不会洗衣服 后来我就给他买了 十二个套袖 十二个不是一胆吗 我就告诉他 两只套胳膊 两只套腿上 套袖脏了 洗套袖 不用洗衣服 把不会洗衣服的问题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 老师我不会写信怎么办 我要想你 我想给你写信 我是那样 你会写的字 你就写字 不会写的字 写错别字 实在是错别字 我也不会写 你画图 我说老师能看懂 哎 这封信来了 真是这样来的 我自己做那一看 我就笑了 我心里想 哎呀 我这亲爱的宝贝呀 你真爱 咱俩就约定 给我办了 别的学年总老师 一个屋一看 我说这刘老师干啥呀 看什么呢 呵呵傻笑啊 刘老师你干啥呢 我说我看信呢 说看信咋笑这样呢 我说我们宝贝来的信 挺可笑 他们就都凑过来 想看看 为什么我发笑 过来这么一看呢 说哎呀这是啥呀 这不天书吗 他们看不懂 说你知道啥意思吗 我说我知道 后来我就给他们翻译过来了 我说你看 他画了一个茅草房 他说你怎么知道 是个茅草房呢 我说这个房盖顶上 不画这个桔楼管弯这个吗 这个象征的是茅草山的房 就是他住的是一个茅草房 前面有一条小河流 我说你不跟你画上了吗 一条小河里面在流水吗 就告诉我 他住那房子门前 有一条小河流 哎就用这么个表达 后来一段吧 有一个就像亚亚葫芦 这个行 他们问说这个啥意思啊 我说这个 他管我要斜垫 肯定是他斜里缺斜垫 他说你翻译的对不对呀 我说我先翻译到这儿 等我宝贝回来 咱们对照对照 后来一年以后 我这宝贝回来弹琴 到我那儿 我说你坐着 你给老师来那个信 我还保留着 你看看老师翻译的对不对 我说别的老师不知道 说你这是天书 他自己也笑 我就给他翻译过来了 他说老师 只有你能看懂我这个信 别人看不懂我这信 所以人家别的老师说是天书 那就天书吧 我教的学生就这么宝贝 就这样的学生 我从来没有讨厌过他们 我都觉得 就学生个个都可爱 学习好的也好 不好的也好 家庭不管什么状况 困难就我更关照 所以就这两个孩子 我没白带 带了四年以后 把那个恶习改掉了 就这个我一笔 我你们都明白 是吧 就干这个的 两个手指的是一边长的 一边长 就是套兜的时候 那个东西不容易往下凸落 他告诉我的 他说老师 你看你这手指头 这两个一个长一个短 你夹东西的时候 它容易凸落 我说你这个为什么一边长 他从小就往外拽 撑 完了就这两个就一边长了 这都是早有准备的 你说是不是宝贝 所以说咱们不管你做哪一行工作 只要你一片爱心 认真地去履行你的职责 再难的工作 你也能把它做好 刚才我说 那个人生苦短 我说这一段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然后就 22岁我结婚了 因为我老伴精神状况 不得不早结婚 得有人看他 因为他到处跑 从那以后 我就基本上掉入了痛苦的深渊 不会干的我也得干 那个难题呀 一直到现在 整整45年 66年到现在 如果我没算错的话 应该是45年了 所以我老伴住我成佛 已经住了我45年了 我看现在离成佛不太远了 是不是50年不是禁婚吗 我琢磨着能不能到禁婚 那很难说 可能在禁婚之前 我就成就了 这个业也就了完了 咱也成就了 你说这多好啊 所以对于消业 不要把它当作一种负担 这是我说的第四项 再接往下说 第五项 一定会立祥福磨愿 简单说 祥磨 第五愿 第五项是祥磨项 你说世尊真有磨愿吗 没有 那佛不算 还有什么磨愿呢 你说咱们就说 谁是佛 谁是磨 磨和佛就是一念之差 你心里想他是佛 他就是佛 你心里想他是磨 就是磨 所以是无佛又无磨 这是正确的认识 那你说世尊 他为什么要给我们视线一个降磨项呢 这来表什么 佛没有磨 佛没有磨 菩萨也没有磨 只有咱们凡夫有 所以菩萨才给我们视线这个 告诉我们 做这个视线 是为了教化众生 要走 要走成佛的道路 不是那么容易的 就是不是平坦的 一帆风顺的 你要经得起考验 磨愿是考验 要经得起 许许多多的折磨 把你心里的烦恼习气都给磨掉了 你才能成就 存静存善 这就成功了 磨从哪里来的 对我们凡夫来说 一个是烦恼 一个是天磨 可以概括为四种磨 第一种磨 烦恼磨 烦恼磨 一个是脑 一个是烦 这个可能人人都有 这也叫内磨 烦闷啊 苦闷啊 想不开啊 心里觉得憋屈啊 委屈啊 这都属于这个烦恼磨 我们有些同学说 老师啊 我这两条我又想不开了 又一个什么事 哎呀 就给我这心地堵着晃 怎么想也想不开了 我就跟他说 没什么想不开的 因为没有事 今天上午我不讲了 三个不装嘛 那我漏了一个 第一个 心里不装人 装人 正爱多 就是有正有爱 要么你喜欢这个 要么你讨厌那个 所以不装人 和人接触 也是来了这个缘 是吧 多生多结这个缘 时间长也好 时间短也好 擦肩耳过也好 就是来了这个缘来了 你不要把这个人装在心里 包括你最亲的亲人 你也不要把它装在心里 这是第一个 不要装人 装人 正爱多 第二个 第二个心里不要装事 装事是非多 一装事就这个事对不对 那个事对不对 是非多 所以事过去就过去了 没来的不要想的 过去了就让他过去了 不要在心里装的 第三个不装 心里不装物 嗯 心里装物什么多呢 贪恋多 哎这个东西好 我喜欢 我就舍不得给别人 我舍不得放手 所以你心里要装物 你心里就贪恋多 贪爱多 咱们不管你有什么 往外舍 街园 广街 发园嘛 什么东西你都露在你身边 这不行 所以今天我先上午讲 三个不装的时候露了一个 嗯 我今天刚才我又给他补充上了 这个是脑啊 就是我刚才说这几点 那个烦呢 比如说急躁 厌烦 嗯 这个呢 就比如说心里火烧火燎的 坐不稳立不安的 这个都是烦 上面的脑和下面的烦 结合起来就是烦恼膜 我们每个人 人人都有 就看你怎么样能够 降伏他 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 视线的一个降魔的像 这个烦恼膜里包括几种呢 就是贪嗔痴慢疑恶剑 这六种就属于烦恼膜里的 在这里我们重点说一说 这个恶剑 什么叫恶剑 恶剑就是错误的见解 这六种 贪嗔痴慢疑恶剑 就是烦恼膜 就是我们的内膜 这个烦恼不能放下呀 道业不能成就 古今中外 修行人多 成功的少 为什么不能成就 问题出在哪里 有的修到中途 退道 退心 就是烦恼 习气太重 坚持不到底 所以才中途 退心 退道 如果不把这些烦恼 彻底放下 到最后 它会起作用的 会使修行者 前功尽弃 我们要把贪心 要连根拔掉 你看贪嗔 吃慢疑 恶剑 他把贪放在第一个 你想想 咱们现在的 世人 是不是 贪 这个 真是 很普遍的现象 所以这个贪 不是让我们换对象 说我不贪这个了 我贪那个行不行 上午举了一个例子 连佛法都不能贪 这个都不能贪 也要放下 你其他的 你还有什么不能放 舍 法上应舍 那其他的 还有能不舍的吗 所以咱们要 通通的把它放下 舍掉 什么都不贪恋 佛叫我们断贪嗔痴 不叫我们换对象 不是我贪这个不对 我换 我贪那个 贪什么都是错的 称惠也要断 称惠要不断 燕亲在主 这个节是解不开 我们老埋怨 老生忍心 这个也是我们普遍存在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应该是 冤家一解不一解 所以我们要解开 原来的冤解 不能再重新 重新搞对立 老法师的三句话 我每次我都说 那就是化解 冤解的 妙药 哪三句话呢 有的同学都背下来了 就是天底下没有我恨的人 天底下没有我不爱的人 天底下没有我不能原谅的人 如果这三句话我们记住了 我们能做到 所有的冤解没有化解不掉的 老法师在这方面 给我们了一位 妙药的药方 让我们用这个 来对治这个称惠 我们会用这个方 我们的称惠心 就会断掉的 称惠心从哪段 从你最你认为最严重的地方断 比如说你最恨哪一个人 你就从这个开始断 一定要把它化解 从恨 转换为爱 这是第一种魔 第二种 阴魔 这个也属于内魔里的 这个五音是什么 色受想行识 人的肉体是由物质和精神合合而成的 受想行识是精神 色是物质 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感受 什么叫受 受就是你的感受 比如说常见的吧 人家赞叹你 你欢喜 那欢喜 就是你受了 人家骂你的时候 你生气了 心里不痛快了 这个生气不痛快 就是你受了 这就是感受 这个我们人人都能遇得到 都喜欢听表扬 不喜欢听批评 这个呢 如果你有这个 你就想 这个是我的一个毛病 我要从这里下手去改 应该做到 大度能容 容天下 难容之事 做到这一点 人家赞叹你 阿弥陀佛 人家批评你 也阿弥陀佛 你心态一平衡 你这个 你就不受了 想 想是受之后 一定生妄想 受在先 是想在后 这个妄想不断呢 连睡觉都不断 好作梦 那你说梦是哪来的 梦是从妄想中来的 这个也怪哈 我上午说了几句也不知道能起什么作用 昨天因为师父有点感冒 我就想 哎呀 得带师父 做点什么 这么一想啊 昨天晚上我真的就做梦了 我平时梦很很少 所以我今天讲这个 我就想 你看梦从妄想中来 我就是想师父流鼻涕 实际严格的说 这也是一种妄想 哎 想了你不就来梦了吗 如果我没想 可能我就没有梦 所以说你的感受 能引起你的喜怒哀乐 在这里我说两句 有人喜欢圆梦 哎 非得做个梦 还得掂量掂量 请人看看 我这个梦啥意思 没必要 哎 全是妄念 全是烦恼 嗯 下一个是行 行呢 就表示不住 停不住的意思 最明显的就是人从生到死 整个过程 没有一分一秒 是停下来的 我上午说了 人从生到死 你想停下来 我休息休息 我再接着往下走 不可以的 你想停 你也停不下来 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天 嗯 你就把把握住 当下 昨天的过去了 不要想它 明天的未来呢 也不要计划 我就把握住今天 我做的 我想的就是什么呢 今天 你睁眼睛 阿弥陀佛 又给我一天 念阿弥陀佛的时间 我今天就好好的把 今天的阿弥陀佛念好 所以我今天就是快乐的 哎 我读的书是佛经 我看的光碟是师父讲法 我念的是阿弥陀佛 佛菩萨在我身边 是我的老师 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你不是不停吗 我就把握住当下 食呢 这个食是阿弥陀食 我们说 它就是仓库 哎 管收藏的 每个人的体型动念 言语造作 所造的业 都在这个资料库里 我们把它叫做资料库 可能更贴切一些 这个阿拉野 我们装什么 哎 如果我们能把阿拉野 转为大圆净制 那就是无所不知 生生世世所有的资料 你想掉哪段 就来哪段 包括释迦牟尼佛的资料 你都可以掉过来 所以咱们一定要转 阿拉野为大圆净制 把它做一个宝库 因为什么 因为是通的 就现在 就像现在这个网络啊 它是连线的 一丝毫障碍都没有 释迦牟尼佛的资料 我们都可以 轻而易举的调过来 就像我们自己的一样 我们就是 比如说单位有资料室 我就是资料室的资料员 管档案的 那资料室的所有材料 我都可以随便看 就这么方便 色是物质 如果不接受圣贤的教诲 就会造业 身会造业 受想行使 也会造业 所以我们要 为什么呢 因为乐受他贪爱 苦受他怨恨 想本身不造业 但肯定一定会造业的 就是这个行啊 是四大烦恼 常相随 因为他是活动的嘛 这是第二种魔 第三种魔是死魔 这个不说 大家都知道 人人都要经历 谁想不死也不行 想长命百岁 万寿无疆 是不可能的 怎么样 能够应对这个问题 有没有方式方法 你要想长命百岁 不可能 但是严寿 应该是做得到的 怎么做 断额修善 积功累得 能延长寿命 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袁了凡先生 本来应该53岁 到寿 结果延长到74岁 比如我们身边的 净空老法师 按原来的寿命 应该是45岁走 现在老人家已经85岁了 这不就是我们眼前的实力吗 这是第三种死魔 第四种是天魔 这天魔呢 就是外魔 财色明十岁 是外魔 这些个 天天都在诱惑你 如果你有智慧 把烦恼控制住 烦恼不起作用 你就降了魔 时时刻刻提高警惕 不受他的干扰 他干扰不了你就变成护法 真是这样 有的同修 老说他身边有鬼 比如说我老伴 他说因为他身经不是那么太正常的 他时不常的 他就说有鬼 我说那鬼在哪儿啊 比如说前些日子我们上青岛 他住山上 我们女众住山下 住了两宿 他夹包下山了 我说你干嘛下山了 他说我不在山上住了 山上有鬼 告诉我山上有鬼 我已经搬下来了 搬下那我说怎么办呢 你说下面女众都住满了 唯一我那屋是我一个人住 我说那你就上我这来住吧 他们把床安安在外屋了 就是我在那屋 他在外屋 后来我说干脆把他们床也安在里屋吧 我俩一个靠床 我一个靠门 我说万一你安排在外屋 他睡到半夜 他又去叫我说外屋也有也有鬼 这个床我还搬不动 我说干脆直接安排在里屋吧 这样他就搁山下跟我住了两天 又搬上去了 我说你怎么又往山上搬呢 他说山上鬼没了 所以我就想啊 他是这属于非正常状态 现在我们有些周围的同修很正常 也老闹鬼 动不动就说这个来了 那个来了 我说反正我是啥也看不见 谁来了我也不知道 后来我这两天也跟大家说 我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那天答问 我有问这个问题的 我说我就拿我自己说 我觉得我火力旺 我满身都是能量 从气功来说呢叫气场 从佛家来说呢叫磁场 他我就我告诉他们 我说你要是人行的正 说的正 你这个人品正 你就有能量有热量 什么都沾不了你的边 我说那个那个光环呢 那光柱啊那个气呀 给你包起来的 外面那个妖魔鬼怪 如果是有的话 他根本他招不了你边 我说你看我这么多年 你们听我招啥了吗 没有过 你说按道理我瘦瘦的 你说有有什么呢本事 我就给总结出一条 心正 人正 邪不压正 那些 妖魔鬼怪 找谁呀 人不说吗 苍蝇不钉 无缝的蛋 肯定你这个鸡蛋有个缝 那苍蝇才去钉 你要没有缝 没有味 它不会钉的 对于我们修行人也是这样 你成天一会儿想妖 一会儿想鬼 那不就念啥来啥吗 我告诉大家 我说因为每天我念的是阿弥陀佛 所以我每天是佛菩萨和我在一起 你每天念鬼 那你周围就是鬼 鬼跟你交朋友 跟你作伴 你念妖 那妖就跟你作伴 你念神 那个神就跟你作伴 念啥来啥嘛 一切法由心想生 你为什么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你们听了这后 你服不服 是不是这么回事 你老自己身后忽略 今天好像又来一个众生 你看有个通修的都到这种程度 上趟厕所 回来就说 哎呀 我上趟厕所 我这脚跟又来一个众生 抬脚让我看 我看 我说你那众生搁哪呢 你这不是脚后跟吗 哪来的什么众生啊 一会儿 哎呀 我这跨个轴 这嘎 是不是又 又有个众生来了 一会儿我后背 又怎么搜搜搜的 你说 我说你成天整这个 那你就是有鬼 就是有神 你要是念佛 你这些现象 一点没有 你看我从 应该从正儿八经学佛 是从03年开始 我如果把我从91年请观音菩萨到现在 一共是20年整的时间 把它分为两段的话 就前十年 后十年 那后十年呢 我正儿八经的念阿弥陀佛 读无量寿经 是从03年开始 从那开始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招过这些东西 什么鬼了 神了 我一直非常好 我给大家介绍这个 你们相不相信 相信了 以后千万别这样 哎呀 比如说有个同修 他丈夫死了 去世了 我后来我给他怎么解答的呢 他说 他丈夫去世12年 就跟了他12年 说天天晚上回来 折磨他 我说这是你的心病 因为原来这个同修 我不认识他 我说你丈夫生前 你对你丈夫好不好 你有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 他自己想了想 他说我对他不好 我有对不起他的地方 我说这是你心里的鬼 因为你对人家不好 人家走了以后 你心里老琢磨 哎呀 过去我对他不好 他能不能回来找我算账啊 哎 我说就打这个上来 你有这个想法 你丈夫就天天晚上回来找你 就是这样啊 是你把他念得回来的 你如果不念这个 你念佛给他回向 你向他忏悔 你向他忏悔承认错误 他肯定他就不会再来了 我说你照我这办法做做行不行 你试一试 如果不成 那你就不按我这书里做 我说你试试 后来他按我这办法 试了 真诚的向他丈夫忏悔 说我对不起你 你生前 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做了一段时间 不太长的时间 现象没有了 他特别高兴跟我说 他说刘大姐 你告诉我这方法挺灵 他说我丈夫跟了我十二年 从你告诉我这方法以后 我做了 他再也不来了 你看念佛好不好使 好使啊 所以说什么是佛 什么是魔 佛是心 心是佛 魔是心 心是魔 像绕口令 听明白没有 前面可能大家听懂了 佛是心 心是佛 没意见 那后面那一句怎么还说 魔是心 心是魔呢 后面给你解释了 无佛又无魔 一切法心想生 你心里想佛 就是佛 心里想魔 就是魔 从今天 我讲了这个以后 我希望天天大家都念佛 不念魔 好不好 第六项 是得微妙法 成罪证诀 这个微妙 就是明心见性 也就是怀元冠上讲的 自性清净 圆明体 你正得了这个 你把宇宙人生的根本 根源找到了 这在佛法里叫 圆成佛道 只要找到这个 变法界 虚空界 你都得到了 你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你的智慧 你的神通 你的道力 跟诸佛如来 没有两样 这是世尊给我们 示现的第六道 得微妙法 成罪证诀 我们人人学佛念佛 这个微妙法 人人都可以得到 就看你是不是真心念 诚心的念 世尊给我们示现的成道 和一切祝佛菩萨 所证得的 是一不是二 佛证得的是究竟圆满 通通都是讲自性 说简单一点 就是慧能大师 开悟说的那二十个字 何其自性 本自清静 本不生灭 本自具足 本不动摇 能生万法 就是这二十个字 成罪证诀 即究竟称佛 这是讲释迦牟尼佛成道 修行圆满了 第七项 是天人归仰 请转法轮 就是简单概括 第七项是转法轮 圆满之后干什么 自己圆满之后 要帮助众生圆满 要去教化众生 这是度众生 只有自己的德行智慧成就了 你才能赶得天人归仰 如果自己的德行智慧不够 你赶不得天人归仰 换句话说 就是你如果德行够了 智慧够了 就是来拜你做老师 依靠你的教诲去修行 这叫归仰 请转法轮 转法轮就是传法 这是第七项 那用为什么用转不用传 这个就是斩转传法 伐传 佛传给你 你还得传给别人 一个接一个传下去 越传越久 这个叫正法九柱 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 在大树底下做了五十七天 一句话也没说 但是佛自言自语的说 说我法甚深难解难知 一切众生浮桌是法 无能结者 这佛讲是什么意思呢 说佛所说的你听不懂 你听了没有兴趣 不如默然入涅槃乐 就是说如果没有人请法 佛就入班涅槃 凡夫因为不认识佛 也不知道怎么请法 天人知道啊 四禅天 五不还天的天人看到了 看到释迦牟尼佛在树下 释现成佛 他们就赶紧下来 从天上下来 变成释迦人的模样 跪在释迦牟尼佛面前 请佛注释 请转法轮 有人来提请 释迦牟尼佛就答应了 就注释了 所以才有后来的 路也愿度无比丘 我们快点说 最后一项 第八项 就是注大班涅槃 释迦牟尼佛八项成道 视线给我们看 世尊成佛已经很久远了 到地球上来表演 是第八千次了 我们可以体会到 世尊的慈悲 大慈大悲 不舍世间的苦难众生 常常来表演 每一次表演 都带走一批人 有一批人 觉悟了 真的成就了 就成佛了 我们很幸运 虽然我们生在末法时期 没有亲自看到他老人家视线 但是他给后世人 留下了这么多宝贵的经典 末法九千年的众生 以这些经典而得度 有机缘 遇到 都能成就 释迦牟尼佛 做八项成道 这些种种视线 只为 随顺世间众生的根基 行全方便 普皆杜托而已 今天我们讲的这一课 都是基本上从理论来说的 因为开头我说了几句 我这一课 我就想学师父讲经怎么讲 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这一课吧 对我来说比较难 可能我说的有的地方 都不是那么太流利 就当我做一次演习 因为师父不是 让我给大家做个好样子吗 我想今后我出来 给大家讲课的机会 可能还有 我一定要在经教上下手 要把自己首先要学好 把他学明白 然后再给大家讲 我这个人不是一个自私的人 不管我的水平高低 反正我心是真的 心是成的 我想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我讲的有些地方 有缺点有错误 欢迎各位同修 各位法师们给我指证 以便我今后进一步的提高 今天的时间基本上到了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